一直押中線耶 很小心 因為這一次是日本的深度滑板之旅 所以日本三大城的明谷屋怎麼能錯過呢? 導遊特別安排在帶我們來到明谷屋的洛宮公園滑板場 我們走吧 然後這附近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景點 叫大區商店街 所以來這邊不只可以娃娃板 還可以逛逛吃吃喝喝 終於來到我日本最想解鎖的滑板場之一 Wakamiya Skate Park 欸你們看 這樣野型這樣野型做了一個小車板耶 太酷了吧 感覺有點危險又很好了 你看它這個波浪板 它上面是用纖維板 所以在戶外很耐用之外 你有沒有看到旁邊 它們是用腳鐵 所以你還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狂愛時代工夫 好酷喔 其實這個角度超陡的耶 雖然我目測高度大概在150公分左右 但是我們從旁邊來看 其實它不高 但是它瞬間腳都拉起來 很陡 所以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其實難度是非常高的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我剛剛在槓做動作的時候 那擺音都會變超快的 穗子 上水 在玉米 下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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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民谷屋啊 必吃的就是味噌炸猪 然后大家去商店街的话 就是二手商城的东西 有二手服饰啊 你看这边有二手电器啊 喜欢二手商店的来这边的话就是天堂 非常适合 然后前面是大虚招猜 准备好了吗 我在日本的开车处理院 我们现在在竞刚 我现在要开车前往连昌大佛那边 江之岛车站 不要是最后的录影 太恐怖了 出发 我现在要开车 一够 这个富士山起得不错 刚好在正前方 OK解锁热物成功 打了几只雨刷 两只 哈哈哈哈哈哈 终于来到我梦梦以求的江之岛啦 阿咖咪不准 阿咖咪不准 蛤蜊的可乐 海老狗 买了一个蓝色的馒头 肉包的味道 還蠻擔心我們導遊的腳踏車會有問題 Yuko 背他 欸 其實呢 如果你覺得爬樓梯太累的人啊 這邊也有電梯可以搭 很方便吧 比臉還大的蝦子鮮貝 雖然台南岸沒有在賣 但是來到江州我們就是要入盡水暑 好吃耶 我們剛剛已經逛完了江之島 現在我們在湘南海岸來找坦丁吃飯 我覺得湘南這個地方真的是很值得大家來日本一定要到的地方 哇 你看這個獨立海景 連續的不知道幾公里都很漂亮 然後路上都有很多漂亮的改裝車 如果對車子有興趣的話 來這邊絕對大保險 這次來東京特別來找千年 在韓國國際公開錦標賽所認識一位日本朋友 Kare-san 那他在日本也是一位滑板店的老闆 現在已經在他店裡附近了 我們現在就過去找他吧 Kare-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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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ís Kare-san Kare-san 他本身Kare-san 他也是在日本担任許多 大大小小的滑板比賽的裁判 那在韓國錦標賽 他是日本的代表過去的 然後我們是台灣代表 我們是在那邊認識 然後很有趣的就是 因為我們在韓國 我們都不會講韓語 Pour整個 然後我們說 就約了晚上我們就去喝酒 鶭花 這個話 電話 這是場地的圖 但是我們在這邊 從這個角度看 哇 因為它雖然很高 不過這個滑板在裡面打地啊 撞擊的聲音啊 回響聲音會很大 周邊很多住宅 都住了很多人 這邊住的人覺得 滑板太吵了 躺地現在蓋了 就閒置在這邊 超可惜的 這個問題 台灣也是到處都有 在市中心裡 真的想要爭取一個滑板場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 我就是想要來這個滑板場玩 這也是我想解鎖的 殊滋 這一次居然沒有辦法玩到 靠 這原本還有一個 Handrail Handrail Handrail這樣 那我們今天逛完了 那因為現在外面下大雨 再想想等一下去哪裡玩吧 我喜歡台灣的 食物 YOKOSO JAPAN 我們今天來到了YOKOHAMA 然後今天呢 我們導遊 加上導遊 Double導遊 帶我們來YOKOHAMA玩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Double導遊在哪裡 你看到那個舉旗子的嗎 對 有沒有 那舉旗子穿綠色的 那個不是我們的導遊 那個不是我們的導遊 講包子 Go 哈哈 紅天隔道了 Let's go 好 好 不好 可能不想吃 我們在看 我可以吃到你了 我可以吃到你了 你等一下 三言風 楊麗 初正可以 開始吧 一上一級 新的衣服 抏 你怎麼了 怎麼高 jong 我怎麼了 我們交 thee 這鄧麗 沒關係 蹲蹲 蹲蹲 空中叛咧 啊!好臭 白天吃吃喝喝玩樂 白天吃吃喝玩樂逛街一整天 終於來到了今天最大的目的地 新橫濱滑板場 欸 你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今天三個 不約兒童 不約兒童 兒童今天沒有兒童喔 美翰 你看 然後兩個小孩子都穿型牌了 這叫什麼 這叫 Rowhouse 超期待的再回到 新橫濱滑板場 因為之前來的時候這邊還沒有改建 那因為奧運的關係 這邊重新改建之後變得更好玩 然後道具更齊全 那新橫濱滑板場 它主要有分兩邊 那一邊就像我旁邊這個地方 主要是以空地為主 然後我們現在要過去另外一邊 那一邊比較大的場 那一邊就有 碗池跟me ramp 還有一些街市道具的組合 超興奮的 超興奮的 好久沒來了 那時候來我記得 我是跟台北anytide的阿賢 然後他們一起帶隊 台灣的選手 來這邊進行比賽 為期八天 比賽一天 然後其他的時間就是都帶選手在這邊 做練習 而且我們那時候都是每天 早上開門的時候就來 然後來的時候阿 外面其實已經有很多的 skater 在等管理員開門讓我們進去了 這個滑板場 基本上 他是從開門到結束 都會有人在玩滑板 從來沒有遇到 沒有人玩滑板過 在燈跟太陽 在燈跟太陽 從來走 大衛 是不需要的 很容易 是不需要的 小便 第一次 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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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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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